大家好,我是巴人 今次開箱速遞 跟大家介紹兩部BM CREATION 最新推出的這兩部LB包圍的SUZUKI JIMMY 這兩部JIMMY跟之前那一部都很大分別 因為這部包了膜,但效果不太好 但這兩部用淨色再加碳纖継 我覺得這兩隻顏色是不錯的 這兩隻顏色應該是桃紅色 我不太肯定是桃紅色,玻璃槍也不太好 感覺上的配色比那一部更好 這隻是大名鼎鼎的TIFFINY BLUE 這架是沒問題的,那架槍有些事 看看是否會不會掉 先讓大家看這架 這次他也有送一套連結給我們改的 就是送回來的,也是這條而已 和另外這架是一樣的 那一套連結,其實我之前也不敢試 因為我怕到很難脫,脫了出來又很難裝 又不是,我覺得我自從和BM CREATION 老闆聊完之後 其實不是很容易的,於是在搭機前我試一次 真是很容易的,我待會再試一次給大家看 兩部我都會換完,因為我又不是很喜歡這套銀色LINK 沒錯,LB的車給人的感覺應該是誇張的 但問題是我不太喜歡這套LINK 我待會會換的,看看擦不擦得掉 也不知道是手指毛還是什麼 擦得掉的也算是好 類似是有些東西欺負了上去 擦完就這樣,是不是清潔了很多 即是要再擦掉 我用整個車拆出來都可以 那待會換的話,還是拆了底盤出來會不會好些 這部也可以開的 這部也可以開的 其實裏面是一九樣的,已經看了很多次了 不會,因為它是LB所以改了些什麼 LB這部就誇張一點 即是泵把各樣都比其他誇張 所以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不是特別喜歡 但今次LB這個款,應該那個泵把是沒得給你改的 因為你看到剛剛有一點膠水,推出了一點點 總之你看到是有一個膠水積在這裡 那你不是說很仔細看應該就不覺得 但起碼證實了今次這條泵把是不能換的 即是跟之前那些款 所以LB那個,LB那款是不是缺陷 應該叫做,即是不能像之前那些普通款那樣換泵把 即是怎樣說 LB這架都是用來show offload 如果你想換一條,即是它之前出的offload系列那些 即是那些offload泵把 即是那個泵把不會落到那麼低的,是斜 斜向上的那些泵把 即是那個角度總是斜的,那份頭是斜的 即是沒有那種泵把可以給你換上去 那我試試扭開車子,又不怕拿回螺絲批 那我先換了桃黃色的,讓大家看看Tiffany Blue 對了,我先看一看 對了,讓大家看一看 對了,讓大家看一看,看到這裏 都是,感覺上我覺得這兩部我就這樣拿上手 因為它是釣卡裝來的 即是又是那些Greenlight的死人吸索 所以我也是這樣直接skip了就算夠了 否則我真的開了,真的正中燈時間 看到這些東西都ok的 對了,不過都是雖在那些車章都是貼歪了 嘩,今次連尾那個,尾那個不是故意歪的 其實不是啊 連BM那個,不是LB LB的Logo都是斜的 哎呀,我還以為今次好一點 因為我只這樣拿上手看 即是在吸索開出來,我覺得是漂亮的 然後就是這樣,這兩部東西 因為這些,一直都是那一句 這些這麼誇張的風格的車 一直都不適合我 我玩開那些老餅的東西 即是好像例如說 後面那一部波子356 是不是?我玩開這些的 不過不要緊,這部東西是做得漂亮的 那我試一下換了,會不會好看一點 那我就真的開一次給大家看 因為真的比我想像中二好多 不是說笑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輪子在這裡 真的會這樣拔出來的 真的 真的像這樣,拿著手這樣 不要斬眼了 阿烏褲 就這樣拔出來 看看這部比較容易 按著底部拔出來 我先拉開一點 沒有位置給我拉 總之大概這樣拔出來 看到這條軸是越來越長 這邊已經掉了 好了,這邊,完成 那前提是 大問題是 你要拔到另一邊 那你應該要用一個 大一點的鉗才可以的 對了,而我是不是拿過鉗的 總之就是這樣大致上這樣拔 那我可能 待會再試一下 然後試一下如何刺下去 剛剛醒不起來 後面要拿大鉗才可以拔到另一邊 現在我把鉗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那我馬上拿著鉗 那我馬上拿著鉗 那我把鉗拿進來 嘩,就拔掉了 那我看到這兩隻鉗 我覺得這兩隻鉗 讓大家看看 讓大家看看 試一下襯進去看看 其實襯進去 我覺得這隻好看一點 我不是那麼喜歡 那些顏色閃亮亮的 那些鉗 讓大家看來襯進去 是這樣的 對,底盤照樣都是這樣的 還要噴上這隻桃紅色 是蠻漂亮的 還有這個螺絲位 等一下 這個螺絲位 我本身是這樣的 沒事了 那我馬上拿鉗進去 那我找到一把鉗了 我就先開去 真的有把大力鉗 你一鉗就鉗得住 對,總之是這樣的尺寸 我還黏了 那我試一下換一次給大家看看 記得不要兩個壓好 要先穿上去 先穿上去 先穿上去 不穿上去 不穿上去 是不是這邊穿上去 對,對,對 這樣穿上去 穿上去 然後穿上去 就行了 真是超容易換 我自己 剛剛脫掉那一刻 即是我剛剛 我剛拍攝前試 我也不相信 這樣就換了 這樣就脫掉了 然後脫掉後面 但是最重要是有那個鉗 有那個鉗 就試半弓它 即是一勾鉗下來 尤其是它這麼容易脫掉 一勾鉗下來 拿回實支軸 這樣就搞定了 當然啦 如果好像 INNO那樣 直接給你 即是給你一套軸 更加 省水省力 對 這樣 現在這樣 反而這種換取方式最好 就是它剛好扣得住 但是它又不會扣到 好像其他牌子那麼實 尤其是美國人那些 那些 M2以前買一套回來 說可以換拿 換得我傻 換得我真是 嘩 怎麼會 都拔不開 它那個是 Shelby 好像是 Shelby 對 不是 那是甚麼 Ford那是Shelby 那是Mustang Mustang GZ350 舊款 六幾年那些 嘩 真的換得我傻 後來我 想起了這把鉗 是存在的 馬上換得很方便 對了 換了就變成這樣了 是不是順眼很多呢 我不知道各位觀眾 有沒有其他的留言 是不是這樣 為什麼 都知道 車頭隔起了 車尾被陣 好像 沒有裝錯的 車尾被陣 好像規規的 這部就沒事了 怎麼會弄的 嘗試扭開這部 看看是甚麼事 沒有啊 我試回去的 為什麼 觀眾看 真的滅了 怎麼這麼神奇 我先換另一部 不過順便問一下 不知道各位觀眾 中不喜歡看長一點的影片 其實 有時候都是看其他外國的 港車仔的Youtuber 有些短側三個字起跳 長側半個小時 這樣說 很長氣的 他們 當然他們地方大很多 也有多幾個場景 給他們說 例如說 我看有很多 不是有很多 有不少都是自己 打過場景出來 有些是打過龍場出來 連上旁邊的路 不單是泥路 是外面的馬路 也打過 旁邊的車房 那些 那些 那些算瘋了 有一個 就做一些細小小的 他那個是 因為他主要做拍照 他就說 買一間屋回來 那些 怎麼說呢 可能那些屋是1比72 但是你放1比64 他又騙得下人 那他可能就把那間屋 拿出來 然後就做一塊地 好像我們這些地 是的 但是他可能 再做得像真些 撒一些 那些 就是那些 模型的人造草 在旁邊 有些草地 然後就自己 游一條 driveway 即是一條路 他自己做得很漂亮 那個鬼佬 我懷疑到 那些場景 用那些屋真的漂亮 有時候他就做一個 小鎮 美國小鎮 然後還有一些 商店 沒有車房 我看過他有很多店鎮 但是沒有車房 那再近一點 亞洲也有其他 這些選項 不過他們亞洲的主要 都是做來 可能都是 就是 用來賣 多過 即是 商業味道比較濃 多過自己玩 那又不是說沒有 也有一些 例如 可能Instagram會見得多些 例如 他們做一些場景 有一個台語 不是 新加坡 新加坡 應該是新加坡 應該是新加坡 應該是新加坡人 是的 那他全部的背景 應該是自己做的 用紙做的 自己做得很漂亮 是的 但他又是全部 不能忘記了所有的名字 因為我沒有追蹤 我忘記了所有的名字 是的 所以回到正題 就問一下觀眾 喜歡不喜歡看這片 長一點 因為其實這片長一點 我也是無所謂 我也是照樣這樣上傳 但只不過是 觀眾怕觀眾看不看得門 因為這條片都已經11分鐘 因為換輪圈可能長一點 但我不知道其他片 可能普普通通 就這樣講車 會不會都 怕觀眾嚴長得多 是的 所以問各位意見 這個換輪圈也不算很煩 剛才那一刻 只是塞不進 應該都是個別的東西 好了 嘩 剛才我打算不合理 一拍就合理 然後再拔出來 是的 又要用這個大力鉗 這個大力鉗 又不是大力鉗 這個不應該叫大力鉗 這是普通鉗 是的 但是有個鉗 這樣夾住真的快很多 即是你原先是拔不開的 你用一個鉗夾一夾 拔一拔一拔 就脫出來了 很快 這個真的不行 根本上 你剪不剪鉗 都不算是重點 你老婆 有個大力鉗 你一定能把車軸 例如說 外面很多人都說 TLV想換輪圈 其實TLV換輪圈 TLV換輪圈 TLV換輪圈就不同 另外一回事 它有另一套系統 它那套輪圈 是一塊 好像TOMICA那些輪圈 那樣 只不過它做 做寬一點 或者它做粒一點 然後讓它把輪圈蓋 蓋下去 TOMITED做TIE輪圈 都是用TOMICA那種方式去做 所以TOMITED換輪圈 就會複雜一點 但如果是其他牌子的東西 這些東西 好像這些這樣放進去 其實是用這個鉗鉗住就可以了 好了 握好了 看看怎樣 因為那件東西放出來 就不知道做什麼東西 突然會 撕下來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撕下來 吸回來給大家看 又對不冷 好 這個就沒事了 這架沒有腍鼻震的 這樣出來就 好像走到後面 糟糕了 好像走到後面 是不是這樣 它走到後面 不是 本身也偏厚 這架是 換完就這樣 TOMITED的 這架是桃紅色 換完就這樣 兩架都漂亮 桃紅色那架 給大家看看 看看這兩架 看看怎樣 一是 你本身是LB粉絲 或者你特別喜歡 這架比較誇張一點的車 我想這架應該都賣掉了 這條片出街 有時候 不過這架是 過癮的 如果你是LB粉絲 或者你是Jimmy粉絲 我想這兩架都走不走 除了這兩架以外 好像我這樣 都OK的 這兩架是 但是叫做 QC上來講 就叫做 好一點 但也還有進步空間 但其實 BMCREATION 大家都知道 他們 都是差不多 就是差一點 QC 就是我選Jimmy 但如果你說 好像他們 早前推出的 Ampresa 和露筍 那樣 就真的 看怕 都叫出來 大家都知道 那個轉向系統 沒有想像中 那麼受歡迎 也都成為一個問題 因為轉得不漂亮 那麼寧願 可能各位 很多都寧願說 不要這個轉向系統 其實我也覺得 轉向系統 真的不夠好 但是一轉 其實就真的 感覺很不同 如果它天生可以轉 不是說你自己 拆開它 令到它好像會轉 或者你自己弄到會轉 真的不同 原廠跟 有一種轉向系統 幫它出來 沒有辦法 那麼今集講 就講到這裡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